也必用什麽良器,良給你們 這個經文是很多人很難接受的 因為說到愛仇敵和善待人和人對你不好 你都由得他,這件事是很多人覺得非常難接受 我們簡略地進行這段經文 我們用一張紙去看一張紙 但你可以看著,你們的仇敵要愛他們 這件事已經是很不正常的 人家明明是恨你,恨你,為什麽你會愛他 不只是表面做事,是你真心想他好 譬如你的仇敵真是一件事,是他不知道 譬如他的屋子漏水,或者某些地方 他的屋子有些問題,隨時可能做起一些問題 你會告訴他,我看到這件事,我想你知道 即是你不肯做 可能他說,你博甚麼?你為什麽要這樣做? 但你只是單純,我看到這樣的時候 我很簡單地告訴你 我亦希望大家,看到你鄰居的車開了燈 你知道是他的車,你會怎麽做? 即是他回家了,但他在車裡開著燈,你應該怎樣做? 應該告訴他,我們應該學這些事情 雖然你不做,沒有人會告訴你 但你做的時候,這真是想人好 你的仇敵要愛他,因為神是喜歡愛所有人 憑你們的,要待他好 憎你那個人,要對他好 這件事真是很難受 為什麽要對他好呢? 因為你就用愛去改變,讓人看到神的愛 奏助你的,他一邊奏助你,一邊罵你,你就祝福他 當然有時你未必要他一罵一句,你就祝福他一句 他只是覺得你是跟他罵架 你就有一句罵完 那你在某個機會適合的場合的時候祝福他 凌辱你的,要為他祈禱 有人打你的臉,那邊臉也轉過來 很多人接受不了,為什麽事呢? 我認為耶穌說這句話,不是指到任何情況 譬如人家一撞到你一邊,撞到你一邊 這不是耶穌叫你任何情況之下 人家倒一杯水在這邊,麻煩你倒一杯 而是當人家迫害我們的時候 你不覺得他真的會害到你 當受迫害的時候,你甘心樂意容許他這樣做 你不去保護自己,因為你知道神保護你 這件事是很難的 但當你這樣做的時候,他看到你很不同 為什麽你會不保護自己 為什麽你會有這種平安的心呢? 就是說,我們願意別人看得到 我們都在生命裏相信這件事 就是神,才是祝福我們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 等於祝福,任何人都害不到我們 沒有一個人能夠害到我們 所以有人真的攻擊我們 打我們,我們由得他去打 即是說,他不去保護自己 譬如有個賊偷野,打完一拳 那種情況又不同 不是賊打一拳,你再打 這是不必須的 但當你在為基督耶穌的緣故 而被人迫害的時候 這樣的時候,你容許他 即是,如果人家是傷害你的 把刀過來,刺完一拳 接著… 未必是這個意思 有人搶劫你的外衣 連女衣都讓他拿走 即是說,如果人家要傷害你的 就由得他 要拿你的就由得他 凡求你的就給他 在這個時代 也有很多人在難用 這是一個很難的判斷 即是說,全街都是黑衣 那你隨街怎能給到人呢 但你自己判斷那個人 你應該幫的,你就去幫 即是可以的時候,你就去幫這個人 有人奪你的東西,不要再要回來 即是有人搶了你,讓他拿走 很多人又很難相信 為何要別人搶了東西 就由得他呢 這就是那種心態去祝福人 你願意的人怎樣對你,也要怎樣對別人 即是你想別人對你笑 你就對別人笑 你想別人關心你,你就關心他 如果你只是愛你的人 有甚麼可囚者 即是那些對你好,你就對他好 有甚麼可囚者 罪人也是這樣的 罪人也有他的朋友 也有那些愛他的人,他也對他好的 罪人就是對其他人不好 那我三、五節要愛仇敵 善待他們,並且要借給人 不只望上昏 那這個當然指到是有很多人 沒有這個能力 但在現在這個社會 是有很多人濫用這個 這個Welfare 即是他們是故意不做工 因為Welfare的錢 可能更多會上班 於是他就不上班 那他就拿Welfare 不是容許這些人 就縱容他們 但我們知道人是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真的去幫助人 不覺得是一種蝕本的人 因為神是會記得的 因為賞賜就大了 即是你借更人 不只望上還 你這樣記了 神就紀念了 你也要作至高者的兒子 因為他厚待那忘恩同作 因為神是厚待作惡的人 生日七節 不要論亂人 不要說 有很多時候 就說 那人真是衰 什麼是衰 現在很多 很大的生意 是什麼生意 每一次你去save 去看那些媒體 你都會見到一個很大的生意 當你走出去的時候 你會見到很多什麼 離開checkout的時候 付錢的時候 就會見到很多一本本的什麼 雜誌 那些雜誌多數是說什麼 是不是多數是說人的好東西 不是多數是說什麼 壞東西 壞東西 這個就是 找人壞東西 就是現在的行業 這個行業是很多錢的 是賺很多錢的 很多人 靠這個發達的 就是找到一些 哇 哪個人 哇 我找到哪個明星 哇 原來他跟誰有外語的 哇 他立刻這個消息 可以賺很多錢 你知道嗎 找到哪個人的秘密 他會賺很多錢 很多人就是這樣做的 這個就是一種人的心態 就是想撇發人的不好的東西 壞的東西 所以更加人 普通就是論斷人 那時候我記得我和一些學生 一起看 就是我陪他們去看 香港選者 那我就發現一件事情 當我選的時候 那些女生呢 就哭的在那裡說 這個又 什麼啦 就是腳又不夠長 這個又 這個又 這個又肥了 這個呢 這個呢 眼又太大 這個眼又太小 其實都很漂亮的 我看到 每個人都很漂亮 那時候我就跟那些學生說 我問 為什麼你會這樣呢 他說 在那些選美就是這樣 就是 就是 說他什麼不好 就是他的樂趣 這是他很自然做的事情 但我覺得我很難出口 因為我已經成了一種習慣 我不想壞人的不好 就是我們能不能夠見到人的不好 就收口 不要說 不要將人的不好 傳開 那這裡說到 不要論斷人就不被論斷 如果不是 神就要論斷你了 指出你的罪 你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這個我們記得他的經文 我們一起讀三十七節 你們不要論斷人 就不被論斷 你們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們要要饒恕人 就結蒙饒恕 然後第三十八節 其實沒有人字 你們要吸人 其實是沒有的 寄 你們要吸 包括給神和人 包括奉獻 教徒要學奉獻 我這樣做 不是因為我是牧師 所以叫他們奉獻 因為我自己也要奉獻 我自己是今生樂意神 我所有錢都是水神的 神要我用的 我就會很樂意去用 因為這些錢全都是神的 我們要吸神和吸人奉獻 這是聖經所教導的 是十一的奉獻 你這件事有沒有偷取神的錢 聖經所說 你沒有在這件事上 你是偷取神的錢 但我希望你不要因為錢 所以不回來 我不奉獻 我免得回教堂 我先回 讓神去改變你 這是你和神的關係 但當你奉獻的時候 一幫人的時候 有什麼後果呢 就必有吸你們 並且是怎樣 十足的聖酒 你奉獻出去 神就會給你很多 我都給你的